2024 巴黎真雄 大家好 我是柳桃 大家好 我是羅佩玉 佩玉 你知道這一次在巴黎奧運 其實有一項是首度成為 正式項目的運動 是哪一項嗎 拜託 我當然知道 那就是霹靂舞 沒錯 因為這次霹靂舞 就在巴黎奧運裡面新增了 他只有個人賽 而且總共是32名的選手 男女各16位 比賽是採取一對一的制度 這個運動員 他必須根據這個音樂 來即興發揮 最後積分最高的選手 直接晉級 哇 這完全就是擂台賽嘛 沒錯 柳包 聽說你平常很喜歡跳舞 要不要來秀一段 我們直接來一個 Breaking 看起來好像有點東西 但是你會不會有一點專業的 像是大風車那一種的 我覺得這個就太強人所難了 我們專業的就交給專業的來 也就是我們這次代表台灣出賽的孫正 是啊 我覺得除了天分之外 孫正他也非常的努力喔 真的 我跟你說 孫正他從12歲就開始看影片 自學霹靂舞 而且他練習的場地 是在他家社區的中庭裡面 就這樣子一路跳到巴黎去囉 不只這樣 我也說孫正其實參加過大大小小的比賽 像是2019年的法國霹靂舞比賽 孫正在世界上就是排名第八喔 沒錯 孫正是台灣第一位用霹靂舞進軍五環殿堂的男人 不過先前他其實也好幾度受傷了啦 現在呢是在密切的復健當中 因為啊 像是大風車啊 單手撐地這些動作都很危險喔 對啊 而且聽說他還要吃止痛藥 才能上場 這種精神真的是讓人佩服 到底孫正的b-boy軍路有多勵志 一起來看 高難度動作大風車接著倒立跳拋 孫正和對手進行Cypher競技 動作一出 全場歡呼 2019年孫正和舞團參加法國霹靂舞世界大賽 團體賽止步八強 但孫正在一對一比賽 一路過關斬將打進前四強 當年積分衝到世界第八名 也首度讓國外看見台灣霹靂舞選手 2021年又拿下BC1台灣區冠軍 孫正2024更把霹靂舞 從街頭競賽征戰到奧運殿堂 因為這是我從小就想要去的活動 一個很大的那個breaking殿堂這樣子 那很期待的當然就是可以遇到 各個國家的強的強者 以前只能在網路上看到的人 那我現在可以跟他們同台較勁 回顧一路走來的奇幻旅程 孫正出生在九二一大地震當天 中英文名都和地震有關 中文震是地震的諧音 英文名字quake也有震動的意思 他說breaking可以體現出舞者的靈魂 如同名字一樣帶來生命的震動 孫正從十二歲開始學霹靂舞 毫無舞蹈底子 只靠著兒時偶像溜聚的網路影片自學 從此踏上霹靂舞者之路 首度在體育賽事亮相 是在二零一八年阿根廷舉辦的青年奧運會 出事就獲得好評 更在二零一九年斯洛伐克的outbreak賽事 和偶像溜聚正面對決 從四百多人海選中殺出重回 進入前八強 碰上自己最崇拜的委內瑞拉選手溜聚 甚至和對方打成平手進入加賽 雖然最後落敗 但這段經驗也讓孫正刻骨銘心 接著參加二零二三年的杭州亞運 只可惜孫正當時在八強賽落敗 無緣晉級 今年霹靂舞正式列入奧運項目後 孫正在兩場資格賽中和四十名選手較勁 在上海得到第七名獲得奧運積分三十四分 布達佩斯第十五名積分二十六分 以總積分六十分排名第十 也成為臺灣霹靂舞史上第一人取得奧運入場券 我想要在國際上是一個很有成績的臺灣舞者 就是像成為王靖民這樣子 這種影響力吧 單手稱力頭轉 每一個完美大招的背後 代價使傷痕累累 孫正 其實我看到你這邊也是有傷 我的脊椎都歪了 就是有一次去加一比賽 然後我的工作就是要去幫他買紙痛藥 他一倒立 那個衣服一號 衣服一下來就全部都是貼滿 對 我吃止痛藥再貼藥補上場 男友父母想看到孩子皮肉痛 都是為了成全兒子的夢想 而孫正也很爭氣 儘管在五月奧運資格賽 腳踝出現撕裂傷 吞下止痛藥還是要咬牙上場 短時間內調整好狀態 他告訴自己為了圓夢必須忘記疼痛 把人生all in在B-boy上 孫正首度登上五款殿堂 準備使出拿手動作組合 要來爭奪奧運史上 首面霹靂五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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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til� ikş records 容墨 火